看看新闻网 他就是梁洛诗 他的经历真的是 写成小说拍成电影 都应该有很高的票房 有人说被豪门拒真门外的梁洛诗 是从凤凰变成了麻雀 我觉得这个见仁见智 我觉得以他整个分手的过程和结果来看 说他是麻雀变凤凰也不过分 而在去年 继台北亮相新片首映里之后 2月18号梁洛诗回到了香港 为他的舞台剧作宣传 这也是他首次提及旧爱李泽凯 作为场后在家乡香港的首度亮相 梁洛诗的着装显得太过随便 黑瓷配白球鞋试了性感 外搭的宽松连衣裙也完全看不出身材 究竟是在家带惯孩子 让他在装满上懈怠了 还是说早前香港媒体爆出的 李嘉给梁洛诗定下的分手条约 依旧笼罩着他 一 接工作要经过李泽凯的批准 二 不能够接拍港片 三 不能够拍性感喜分 四 面对记者提问时 不可以透露孩子及李嘉的任何信息 而这些分手条约之所以真实度极高 原因在于徐克的一番话 其实早在2011年 梁洛诗与李泽凯分手后 徐克就先与张爱佳 邀请梁洛诗重新付出 而就在一切都水到取成之时 计划又突然戛然而止了 他的困难是因为他不能公众在传媒面前出现 他讲的话就可能将来就会对他的 对他的这个法律上的问题 就有些影响 如今孩子的抚养权已经确定归梁洛诗所有 但显然他在香港的亮相还是十分拘束 谈及李泽凯时梁洛诗欲言又止 再加上此次在香港复出时参与恩师的舞台剧 所以也就不受不能拍港片这项条款的限制 因此梁洛诗在香港复出首秀 迢迢都与传说中的分手条约对好入座 这也增加了这一旧文的可信度 而虽然如今在香港开始复工 但梁洛诗并没有举家从加拿大迁回香港的打算 应该没有 因为始终我都喜欢小朋友在公平生活比较健康点 还有个人自己比较喜欢低点的生活 但是当然会整天回来香港做的 此外在感情的方面 梁洛诗也逐渡顾忌 虽然在与李泽凯分手的这两年里 有媒体拍到过梁洛诗与神秘男子的约会照 随后又爆出梁洛诗与张爱佳的独子王令晨相恋的消息 但时间自然而然地澄清了一系列的绯闻 要说如今的梁洛诗也才26岁 事业可以重新出发 感情也一样可以 只是他自己还没有准备好 以前就是爱情不想的 以前我 但现在有小朋友 三个小朋友之后就好了 那么我不会像以前那样衝动 尤其那地做女人难 做我当妈的名女人更难香港采访不到 品尔淇漫